溥仪去世时积蓄早已花光 却为何还能给妻子留下巨额遗产 在溥仪去世后 李淑贤以为溥仪没有很多遗产 却没有想到一笔价值不菲的遗产出现在他的面前 溥仪的工资在那时是130块 一般平民百姓最多也只有30块 溥仪的工资算得上是很高的了 因为溥仪常年累月的看病吃药花了不少钱 所以溥仪去世之后 李淑贤并没有得到多少遗产 可是溥仪却给他留了一本书 溥仪生活安定后 想写一本书来忏悔自己的前半生 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一个传奇故事 也想写一本书来揭露封建社会的状况 当领导们知道 他准备撰写一本自己前半生的书籍表示很支持 溥仪把自己的前半生的故事写好之后 在领导的安排下 与一位叫李文达的责任编辑合作